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个星期将到三个欧洲国家展开国事访问 中国外交部披露 习近平计划前往法国塞维亚和匈牙利 就中欧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区域热点问题深入交流 相信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这也是习近平近五年来第一次出访欧洲 此次访问是中国国家元首近五年来首次访问欧洲 对推动中国同法国塞尔维亚匈牙利 以及中国关系的整体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也将为世界和平发展注入新动能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指出 习近平将在五号星期天出发 展开为期六天的官访 直到下个月十号 访问期间 习近平将和各国领袖见面 包括法国总统马克龙 塞尔维亚总统武器奇 以及匈牙利总统苏尤克和总理欧尔班 中文官 法兰维亚